在江湖中长旗,在江湖中快乐 各位其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江湖青坛节目 我是胡一青 在这期节目中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一名 新锐业余强豪,马天放旗段 马天放应该说这些年在业余比赛中成绩非常好 同时也非常刻苦 他应该说每年的对局量要到300盘左右 远远超过其他的业余强豪 同时他自己平时在网上下棋也非常的多 应该说是一名非常认真刻苦的棋手 他马天放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简单的介绍 他从小就在家里先自己学棋 然后到了一定程度以后 到北京的几个道场 像涅道,马道,信泽都进行了大概维持一年多的一个训练 所以我觉得训练的效果并没有自己如自己所愿 所以又回到了网络 靠网络来进行不断的对局 不断的磨练 再加上以赛代列的这种方式 用自己的一套训练模式 应该说也是非常的特别 他尤其在网上的一些玉红小学等等 在网上应该说是下了几千盘的棋 甚至上万盘的棋 应该说网站的能力非常非常强 所以体现在比赛中他的棋非常的熟练 非常实战 然后又有道场的打基础这一个 在道场一年多也给他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本功 因此在这些年在业余比赛中 取得了这么多的好成绩 绝非偶然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他的一盘棋 我挑选了一盘 对我来说也是印象非常深刻的棋 这是第四届成一杯决赛三盘棋决胜局 我和马天方的一盘对局 这盘棋是我的黑棋 应该我和马天方在近些年的比赛中交锋很多 互相知根知底 黑棋挂脚 白棋小尖 像这样的布局其实我们也下过 之前也有下过 我当时拆一个也有 他跟我黑白是道道也有 比如说我在挂 黑棋走这个 白棋走这个 在一监高加 这是他的黑棋 我们黑白是颠倒一样也曾经下过 实际上想做一个变化 小飞手脚 其实在这一带也有很多的一些工房的一些变化 首先白棋在这直接走这个 我觉得就比较消极 黑棋再手一个脚 从布局阶段讲 黑棋能手到两个脚 应该是绝无不满的 黑棋再挂脚 两边挂都可以 或者在上面拆一个也可以 白棋高挂应该说也是非常常见的一手 接下来黑棋有几种下法 一个是拆三 拆三肯定是不视为正常的一招 另外脱退也可以 拆三这 白棋如果拖的话 黑棋也有人这么想 再拆一个 白棋扳 黑棋走 白棋走这个 黑棋扳 白棋退 黑棋再往这拆一个也有 挂脚也有 很正常 黑棋实际上这个一间低加也是有这样一个下法 白棋大家脱退 黑棋拆 这也是一个变化非常复杂 随后白棋有几种选择 一个是白棋点 沾 下成一个大型定式 这个大型定式想必有一定磁力的持有 并不陌生 这只体 这个白质断 看上去眼花缭乱 但实际上有相当的必然性 所以白棋尖点 白棋如果走这个的话 多多少少有些缓 黑棋一飞的话 应该就知道黑棋可以满意 白棋尖点 白棋可以跳这两个 跳这个吧 正常 所以黑棋点 这应该也是正常 然后双方就会围绕着中央 进行一盘对战 黑棋有跳补的 也有走这个的 白棋最简单 就是把这个走了一个转换 这也是有的 这也是有正常的一盘棋的 所以总体来说 我觉得这个图 形成这样的一个战斗以后 应该说是白棋这个配置还是可以的 相对来说我更喜欢白棋一点 这样一个局部 所以我个人不是太喜欢一间加 一间加矿切白棋还有其他的选择 比如说白棋在这个时候 搬一个 搬一个 黑棋沾 白棋小尖 然后瞄着这个 这个飞压和这个逼住的两个耗点 黑棋如果走这个 白棋走这个 在这 这样也是一个正常的一盘战斗的棋 可以走这个 白棋飞压 这样也是一盘 有这么的实战的 所以 这一间加是比较喜欢战斗性的棋风 比较喜欢的一个下方 但我个人 我是不太喜欢这个 我下的比较多的是拖 把这扳 马天放的棋是比较重视外势的 他喜欢通过那种 下厚了以后 再慢慢发力的那种 非常擅长为中控 而我的棋是 比较倾向于实地的 所以我们俩的队局 经常是针尖对付卖盲 大家各自 大家互相都觉得下得很舒服 比如说他沾的话 这时黑棋就不会跳了 跳的话被白棋夹击 白棋又拆又夹击的话 位置太好 黑棋一般会选择这个 这个的话 接下来白棋也有几种硬法 一个是下这个 跳 随后黑棋可以再拆一个 这也是比较 黑棋比较快速 而且实地比较多 白棋比较厚实 当然白棋也有人下这个的 这个靠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招棋 如果走这个 先手被黑棋碰到两下的话 白棋可能会选择 这个靠了连班的手法 黑棋打吃出来以后 尤其白棋有了这两手加强后 白棋可以拐住 这个白棋的调子不错 这个白棋是非常好调的一个局面 又在下边先手得到便宜 而且左边也基本上安定了 这个是 应该说是白棋比较理想 如果黑棋不能忍受吃的话 那个白棋应该无不满 白棋把脚给吃了 这应该还是说挺满意的 黑棋 这样的话就能于白棋刺的时候 黑棋拖了一个鲜 被白棋吃了 这个总的来说 应该白棋还可以 所以白棋碰 黑棋下班的话肯定不太好 下班白棋反班 黑棋打吃 这跟当时我们摆的这个图 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相似 但这个时候完全不一样了 白吃 黑棋提 白棋打吃 黑棋走 白棋提 这个图就显得有些 黑棋跳 白棋就正常走 黑棋一旦拿不住白棋 这两块是对跑的话 白棋这里还是明显有收获的 所以这个图 黑棋下班的话 白棋还可以 但黑棋最严厉的 应该是压了再压 白棋直接断的话 黑棋只要一退 白棋就感觉 黑棋多少有些无理 甚至黑棋可以考虑 班了连班 所以白棋这个局面下 一般搬这个 而黑棋也特别冷静 黑棋走这个 白棋长 这路不长的话 明显亏了 就对于白棋退的话 黑棋本身也是沾上 那白棋这搬一下 肯定亏了 搬 那这棋白棋必须长 黑棋搬 再连搬 白棋打吃一沾 黑棋再 黑棋这些不用直接打出 打出当然也可以 但打出比较乱 黑棋靠 我记得韩国人有一阵子 特别喜欢下这个布局 黑白棋都有人下 都特别喜欢 所以白棋如果搬的话 黑棋就沾上 他意思很明确 AB两点见合 你如果补我就吃 一般来说白棋走不了这个 黑棋一段 这个段还是很严厉 白棋吃这个肯定不行 吃这个我们前几次节目也讲过 黑棋尖一个的好手 不管是这样还是这样 这个尖都很严厉 白棋只能打的话 那就已经屈服了 这黑棋挺好 黑棋这棋特别广 这一带的潜力非常大 白棋也不愿意做这个交换 一般说就直接补 直接补黑棋就长一个 这里连走两手再飞压 应该也说是黑棋比较不错的一盘棋 所以这一带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变化 黑棋拆三也有 拆三以后白棋大致会再走这个就有些无理了 因为留给白棋这里做活的空间并不大 走这个黑棋飞出 白棋大致也只能拆个二有点委屈 不如刚才那个跟这个形状相比 应该说区别还是非常大的 这个图跟刚才现在这个图区别还非常大 白棋大致就算了 就挤一个 黑棋沾长跳 走这个 挤一个算 随后黑棋就不得不防那件事 就是这里的打入 不如刚才这个图 这个图黑棋如果滋补一个的话 多少显得有些缓 但如果拖先的话 随时要防着白棋打入 这个打入还是非常严厉 所以这也是黑棋的一个难言之意 实战白棋也做了一个改变 因为我之前和他马天放之间 确实有过这样的对局 已经有过这样的实战了 所以他实在走了这个 虎 从道理上讲 虎黑棋如果跳的话 白棋两肩加 那肯定位置更好 从棋底上讲 而白棋这个靠下严厉性 粘上肯定比虎要严厉不少 因为这个黑棋有团的一个下方 所以白棋既然虎了 黑棋更应该往这走起 实在拆了个二 白棋有两种选择 现在一个是飞 一个是靠 白棋拖先的话 那这显然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靠的话会形成这样一个变化 黑棋肯定会团 当然现在阿发狗出现以后 阿发狗也有这样忍的 他觉得不差这点 黑棋也还可以 但在当时的话 我肯定是打算团断 我肯定是打算这么下 搬了毡 所有白棋大致跳一个 如果吃一个的话 黑棋吃出 不管是长或者打吃 黑棋都还可以 他大致跳 跳我接下来有两种选择 一个种就是挂脚慢慢下 另外一个就是长处作战 但长处作战在此时作战 不一定有好的结果 白棋拆一个 两边安定并不困难 所以黑棋这棋可以先放着看一看 可以先挂脚 看看 看情况再做这里的打算 另外黑棋如果单长的话 我觉得也大同小异 跟刚才直接战斗大同小异 唯一区别白棋这个力 和搬战斗基本上是先手 所以靠的话 我肯定是打算团了一打吃 我觉得这棋也应该是 正常两分局面吧 实际上白棋飞了一个 飞了的用意很简单 看黑棋走哪 如果黑棋愿意硬一个的话 那这两个白棋已经明显便宜了 不走的话白棋可以飞一个 也可以跳 只要记忆的是白棋飞是先手 跳是后手 这个是需要记忆的 跳白棋将来点 黑棋也是活棋 黑棋有尖 再加 走这样 这局部黑棋也是活棋 没有任何问题 而飞的话 黑棋只能硬 一般来说 现在棋比较紧凑 其一般白棋就飞一下算了 看这样肯定满意 实际上这个点 我肌的印象中好像是 嫖停环线下出来的 适应手 白棋肯定不能 首先不能走这个 走这个被黑棋一搬的话 有点痛苦 白棋粘 黑棋再拖 这什么意思呢 如果单拖的话 白棋斑 黑棋断 白棋有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把这个子给争了 争子有力的情况下 就把这个争了 如果争子不力的话 白棋也可以选择挤的下方 黑棋只能打 不能走这个 这个被白棋一冲的话 这棋形已经是稀里哗啦 这就没法看了 如果只能跳补的话 这被打 这跟刚才那些图相比 没有办法同仁而语 将来白棋力还是先手 这就很头的 黑棋只能吃这个 白棋走这个 黑棋提 白棋立 黑棋可以这一先便宜一下 再打吃一下 但我认为这个图 应该说是白棋明显要好一点 因为不走的话 将来白棋这个打吃 这里还有一堆相当多的借用 白棋实地还是非常可观的 所以我是不太支持 这个拖了一段 拖了一段 我认为不能称之为定势 所以实际上是点 走这样 白棋扳 黑棋护 白棋走 这是本身我的一个预想图 这也是当时 朴廷环有一盘棋 实际上是这么下的 黑棋粘 白棋打吃 其实黑棋大致将来补一个或者挂脚都有 挂脚们稍微积极一点 但挂脚可能会招致白棋拖了一段之内下巴 据说是黑棋有些危险 这里的一带有点 黑棋大致只能拆个一 局部我认为这应该是白棋稍好一点 但黑棋这个拆二的位置非常好 限制白棋这个模样的发展 后卫的发展 我觉得应该说是正常的一盘棋吧 我觉得正常两分 实际上 他实际上退了一个 把天方退了一个是 多少让我有些意外 实际上白棋退这个多少 我觉得这手棋有些缓 肯定不如是那个扳下 黑棋在爬 这本身是按照这样来看 以前这是一个老定式 但在现在围起这个定式 根本不能称之为定式 这一下其实得势不明 最多白棋稍微便宜一点 而且黑棋的方向还特别好 所以综合下来 我觉得这一带明显应该是黑棋便宜了 黑棋挂脚 先限制一下这个模样的发展 因为这里将来会是漏风的 黑棋随时可以飞出 这个不怕 拆一个 白棋拆 这也是一个超级大厂 我们前几次节目中就讲过 这个黑棋 白棋有高位的时候 我一直认为这手棋的价值非常大 因为降低了这手棋的效率 但这时我也不能直接走 走的话容易在下边 让白棋成为模样 这两个子跟这里容易形成一个呼应 所以在两个超级大厂的情况下 我还选择了这个 黑棋拆 相当目前为止 我觉得黑棋应该说是比较理想的 黑棋全局的子的位置 配置都还是相当的不错 应该说是黑棋有趣的一盘棋 白棋靠 黑棋也可以考虑这个 加 白棋扳 黑棋就立 其实这样的攻击也是非常严厉 实际上是想把这上面下的厚一点 然后在这强调这一手的这里的打入 飞 这手棋稍微有些问题 我觉得可能是或者先把这个跳棋 是全局均衡的一手 当然黑棋没有心情跟着硬 跟着硬的话 白棋在这打入 这里上面白棋很轻 这几家明显白棋便宜了 我觉得这手棋 黑棋是不是还应该跳一个 可能会好一点 更为均衡一些 实际上走这个白棋就重轻处理了 加到一下后 这他肯定先不要了 这部碰我觉得也是相当的凶狠啊 也符合马天放的一个棋风 马天放棋风 你经常的时候会看见他下得特别的缓 特别的慢 但有的时候他会突然发力 应该说他是一个非常稳健的棋手 也不是会随意发力 但真的发力的时候 爆发力还是非常强的 我们有的时候看他的棋 就觉得他棋特别特别的缓 但实际上他就是一种 积蓄力量的一种表现 实际上他是觉得这里我厚了 可能觉得布局这里也吃亏一点 然后想在这里发力 取得一点便宜 随后 当然我觉得这黑棋长还有价值 这一阵掌握了全局主动权 后面一部棋也反映了马天放的一个棋风 他不是很拘泥实地 他经常喜欢把棋下在外面 这不靠从局部上来讲 我觉得是有些匪夷所思的棋子 但也有他的一个连贯性 尽管不容易想到 但也是比较好理解 他认为将来我这里 白棋往这走的可能性非常大 飞了长 这有一个模样 而且我这里也是想扩张模样 这里也是想扩张模样 另外我这棋 如果我下在里面 让你下后的话 这里被打入这里 这一进一出差别会非常大 白棋是模样还是枯棋 会有这个问题 他觉得宁愿把这棋下在外面 但作为黑棋来讲 这里肯定无不满 把这个全部吃下 我觉得黑棋还是非常满意的 但随后 我觉得这不是本局 我第一步特别后悔的棋就在这里出现了 现在如果从木树来讲 12 18 19 20 25 27 28 29 31 39 49 这块就有50木了 这块15木 65 再加这70木棋 这白棋要到70木棋来对抗黑棋 非常困难 当时特别形势特别乐观的飞了一个 觉得这棋黑棋基本上就拿住了 局面非常主动 但在这个时候 忘记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交换 黑棋应该先把这一虎 这个看上去非常俗 实际上我是想过 当然觉得这棋还是多少有些俗 下不出手 俗完再飞的话 黑棋这棋更好把握一下 实际上黑棋先飞 被白棋挖沾非常机密 马天方的棋就是失误非常的少 像这种抓植物的能力又非常强 像我这里出现的一个事物 它马上就把这个挖沾掉 这挖沾将来留下白棋这个段 而且这里搬这是白棋非常舒服的两个线手便宜 而且本身木数跟后保都很大 应该说续盘这一段黑棋这里的便宜 来到在家这里吃下的获得的一些收获 或者说站着的局面的一些领先 都被黑棋这部飞的随手消失殆尽了 所以黑棋应该虎完一飞 应该说还是能继续保持优势 但自然已经犯了这个错误 这棋生活还得往下过 肯定不能沾啊 沾这个线手被便宜太多 这里还要被加一把 黑棋拖先也是必然的 先把这走了 这白棋力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下法 照理说黑棋会虎 但如果虎的话 这个结平时是黑青白重 但在此局面下 黑棋结肯定打不过 白棋这里都是绝好的结材 这里几页的时候结材 这个结打不过的话 那黑棋就很苍白了 所以黑棋先贴 白棋跳 我再把这虎补 也算把这安定 其中这两个交换是很重要的 如果不交换被白棋敞一个 黑棋骑行太难受了 所以我这两下是白棋非常舒服的一下 这也是前面黑棋不虎的不到 黑棋虎一个的话 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这样的话 黑棋实战的木数 这双方不算木 黑棋12 13 14 19 22 30 40 这感觉被先手挖掉 石木起 被后手挖掉 石木起 就被人逆收了一个石木 再加厚薄 那确实太大了 但如果说这个棋 从局面上来看 依然是旗鼓相当的一盘棋 黑棋丝毫不差 白棋车拐也是全盘最大的地方 所有黑棋挖 再搬 这白棋不能吃这个 这个的话就失去了大局 黑棋因为这里铁厚 黑棋根本就不怕 再搬 这下边的潜力啊 模样都已经消失殆尽了 这个图白棋断然不能接受 相同的道理 白棋吃这个也不行 黑棋就粘 白棋粘的话 黑棋就轻松废出 这样的话 黑棋这40木 再加55 这里应该要是 7 8木 加两块 加两块 15木起 这黑棋有 45 15 黑棋有70木 左右的石地 白棋很难吃 白棋如果只能 围这里一点地的话 这块20木 了不起了 这里很难想象 围到45木 而且还该黑棋下 白棋有些薄 所以白棋只能 先把模样做大 黑棋先断一下 也是适应手 因为断完了以后 尽管看上去 在中央有所损失 但在这里 多了打吃顶出来的下法 打吃顶出的下法 这个其实对下边的 控的伤害 还是非常大 下到目前这个局面 应该说 我们可以再判断下形势 因为这盘棋确实非常难 只能不断地判断形势 这14 19 20 28 9 30 38 39 41 42 54 56 7 8 59 60 63 64 65 80 80木 再加这一对 那白棋能点的出的木呢 这块 这半张是黑棋的 13 20 30 数到这一线 也就40木棋 而你说这里要围到 35木以上 这肯定没有一些正常 用正常的手法来说 肯定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目前局面下到这样的话 应该说是 黑棋烧好的局面 黑棋好下 但你罗说 黑棋一定赢多少 这还很难讲 这种棋还是看 要看后半盘 因为这种中间的出路太大了 实际上白棋围到这 肯定是想对这个模样做大 黑棋烧是弃刑 白棋如果走 这个就上当了 黑棋就跟着骨结 这是结症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些都就不是结了 甚至就挤都不是结 黑棋烧这个是形状好手 如果飞的话 将来被人穿一个太难受了 白棋烧 一虎 这首虎毫无疑问 这首棋明显过分 白棋只能退一个 尽管局面稍差 但这样下还有机会 实际上走这个 黑棋打持 这时白棋就面临着找结的困难 白棋实际是找这个结 但这个结明显是找小了 黑棋实际这里构思还非常有趣 先搬 白棋走 黑棋再打持 白棋提 黑棋打持 这个结的价值也相当大 如果这样转换的话 这白棋无疑大半 白棋吃这个 黑棋把这个吃 这点点木的话 这白棋输飞了 所以这棋白棋没办法 本身大家可以就简单比较一下 本身我希望这里要成30亩以上的空 现在成了黑棋的30亩 那这个出路就太大了 白棋这全围上感觉都不够 黑棋只要打一打收一收 全围上都不够 白棋只能粘 黑棋提接 白棋这时其实很无奈 白棋如果提这个 黑棋就把这个提了 这白棋已经是大摆 输了非常多的一个局面 实际白棋开始脚 往这一点 但当时计算下来 这棋不成立 就把这个抓了 这里马天方 我印象中他进行一个厂考 局部最狠的是这个 但黑棋根本不怕 白棋走这个 这黑棋有各种做好手法 就比如走这个 再一粒 这都是黑棋先手 黑棋是要搬了一虎 这些只要做活的话 这白棋已经是大败了 实际上白棋没办法 想了想他点了这个 那黑棋这两个字 就可以浪给对手 走这再一靠 这时候白棋提了一个 黑棋虎 大吃 提 黑棋提 黑棋打吃 黑棋 黑棋一退 白棋飞风 黑棋就当时觉得形式非常好 就把这个补了 这是我们可以来判断一下形式 我们可以这下 算白棋走道 然后白棋吃一个 我们可以再看两下 一直走这里 我们可以下到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来判断一下形式 白棋上边 10 11 30 15 10 18 19 20 24 25 26 27 28 这黑棋靠一下 38 39 49 51 55 55再加这一点潜力 白棋55目 黑棋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22 21 22 28 29 30 31 40 41 45 55 65 57 这一幕 58 58 68 697 7374 75 77 80 818 8384 85 90 90 黑棋有95目 而白棋刚才我们说的 60目都不到 那这棋其实如果就算算上潜力的话 这棋黑棋大概只该有盘面30目左右的优势 而且这两块双方都特别厚 应该说下到这个的时候如果正常下的话是不可能输掉的一盘棋 黑棋优势应该说非常非常这个打结应该说是白棋亏损的非常严重 白棋这里大概就得了10目棋 这里也得10多目棋 而这里黑棋 黑棋增长的我觉得都不止20目 而且对白棋的一个潜力的镇压吧 这个时候应该说是黑棋大胜的局面 但是可能这个尤其禁制围棋吧 也就是这么残酷 在这里我发生一个特别低级的错误 黑棋搬 利 然后白棋搬 搬完以后我这棋 我想这我的第一感就跳这个 因为这是个经典手筋 所以我突然又想到黑棋可以先吼一下 黑棋完全可以吼一个 但吼一个的话 白棋有可能会挡有一定的线手的味道 我当时再打的话 我觉得这打可能打不到了 我为什么给他走这个线手呢 然后也觉得跳的话 白棋也有可能会给他立线手 而我如果打完了再这样再跳的话 那这里他这个就是后手了 就是因为这样想的太多了 却忽视了一个最最简单的事情 然后我实际上再打吃了这个 打吃了这个的时候 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夸张的一个事物 所以我白棋这一搬 这个是非常低级的一个勺 黑棋只能冲 然后白棋一度 这时黑棋发现悲剧了 走这个 再打吃 白棋沾上 这黑棋不入气 然后黑棋只能这么跑的时候 被白棋一沾 这个脚就白白死了 这里的损失一进一出 几乎就亏了三十木齐左右 我觉得这个时候 也是正好谈一下 静置为奇的一个残酷吧 像这样的一个局面 如果换到以前 可能年轻的时候 像失误会比较少点 随到年龄增加 尤其三十岁以后 有些失误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这我 有的时候就往往 奇会想过头 印象特别深刻的是 这盘 成一杯决赛的时候 就是他搬 他一路搬 我打吃的时候 对手马天放就突然起声 就捂着嘴去上厕所了 这也是后面被大家 引为弃谈的一个 大家经常拿这个来开玩笑 说你直接把对手吓笑了 因为确实这个失误 太低级太低级了 打吃的时候 估计马天放也没有想到 天上突然掉馅饼了 他可能觉得这次已经是不太行 再走两个 可能就已经不太行的时候 就没想到他随手一搬 我估计他也没想到 能捡到这样的勺子 然后捡到的时候 过于激动 过于兴奋 然后直接捂着嘴去上厕所了 然后门口不是我们 这个对局室外面有研究室 研究室突然就看到 怎么马天放笑着出来 捂着嘴笑着出来上厕所 然后进来一看 或者一看大屏幕那个显示 才知道我打了这一句勺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勺子也是 对于骑手来说 比较痛苦 但事后大家也成为一种笑谈 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故事 我们回到棋局 这里其实 在这里亏了三十多目 对棋局来说 我们可以点一下 这里是少了五六七八九十八 十九二十 白白吃二十目 再加一个断点 而黑棋本身这个脚 也有十目起左右 而现在只有四五目 光那个目数的话 差二十五目起左右 然后再加上这个后袍 将近损失了三十目 按照如果一般的棋来说 这亏完三十目 应该说这已经输飞了 但本身这盘棋 黑棋之前赢的太多太多 只要心理上调整好 其实这盘棋还有机会 但对于这样一下子 确实非常痛苦 这个一下子就这棋 就觉得这棋已经赢到手了 怎么一下子又成这样 但这盘棋因为是成一辈的决赛 也不能像其他一些比赛自暴自弃 于是决定继续耐心等待机会 一点点调整情绪 就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 亏了三十目就亏三十目吧 我们就慢慢下 先把这个棋子收了 这棋子应该说是最大的 如果不走的话 被白棋唬了一般粘 我们这里黑棋五目 然后六目七目八九十十一 这个有逆收十一目 应该说是最大的一个关子 所以白棋挡也非常大 挡如果算黑棋走的话 这算打拔式 一二三四五六三 这个也有后手十四目十五目的样子 所以大家都走了一个最大的 这棋确实非常难下 这时应该说黑棋机没有任何优势 已经是明显烈势 白棋比这些黑棋要厚 白棋明显比这些黑棋要厚 木属黑棋也不领先 那些党只能慢慢 利用白棋味道饿的缺点 一点点追赶 希望能找到一点机会 黑棋飞 把这里白棋模样削到最小 或许还有机会 就当时就一直鼓励自己提起精神 黑棋一走 这是棋局 其实差距还不大 可能也就是盘面胜负 如果算上这些厚薄的程度 盘面胜负 白棋一顶不能松 白棋走这个 白棋跳 要把黑棋模样削了 这一创我觉得黑棋下的还可以 单飞好棋 比这打吃要好 单飞好棋 白棋实战我觉得这个吃有点软 可能应该还是粘住 看黑棋赶不赶下来 应该是黑棋不太赶下来 实战这几下明显给黑棋便宜了 这几下明显给黑棋便宜了 所以黑棋一跳 这应该说这一串 差距在大幅度的缩小 但还是白棋好 白实战 威胁一下黑棋的棋型 当时点了点控 这棋如果正常收的话 还是要输这点 注入这点潜力 于是咬了咬牙又杀了进去 这我知道是极其勉强的一手 但作为这个形势不利的一方 也没有办法了 白棋靠 靠的时候黑棋顶又是好手 这一单确实黑棋追了很多 白棋没办法 只能走这个 白再沾 这等于黑棋 白棋这个靠一无所获 反而帮黑棋下后了 所以黑棋贴 这时对手终于感觉也有些动摇 在黑棋的追赶之下 马田马在这 其实白棋补的话 这应该说已经是极越极度接近 因为白棋这一串几乎一直在亏 实战走这个 黑棋站 白棋跳 黑棋站 白棋终于下决心决定赌一赌胜负了 因为他觉得自己收已经不知道怎么收了 那黑棋走这个 白棋提 黑棋一飞 这形成了本局的最后一个决战 应该说这一代的变化还是应该非常的复杂 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 这里我们值得花点时间来研究一下 白棋如果直接打吃的话 黑棋怎么办 黑棋肯定是会继续打吃的纠缠住黑棋 白棋 这个结因为价值太大 外面几乎都就不是结材 走这黑棋提 这个的话白棋危险 白棋没有合适的结材 现在我们对这样一个局面的一个解读 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在关子的时候 就是胜负或者在最后一战的时候 怎么样来判断 怎么样来制定战术 首先一个关键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点目 黑棋这里的话应该是打吃了 这样可以看成这样的一个手关 这棋是一个双线管 大家都很大 这里黑棋 现在点白棋 白棋五六七八九十八十九二十 三十四十四一四二四十八 四九五十 五三六三六九七十七一七二七三七五七十六 白棋有七十六母强一点 黑棋一二三十五十六 七七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三二四三十三一 三二三三四四九五十一 五三五六七五八九六十 黑棋这块六十一 六九七十七七七七八七九八十八一八十二 八三八四八五 如果这里双方都相安无事的话 这棋白棋已经是要输了 究其原因是黑棋这里把木树全收住 而且把白棋中央的潜力全就洗了 而且把这里还压缩了 这一串其实在之前的一个战斗 已经把白棋已经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 最主要原因 大家可以看一下黑棋跳到了这个 这是一个大关子 然后又会到把这里的空拳压扁了 白棋几乎就是一无所获 所以尽管白棋这里白白拿到了三十目左右的一个便宜吧 但经过黑棋这几手骑的追赶后 局面又开始进入非常微细微 甚至是白棋在这个段是有必要进行这个拼搏 这也体现了马天方的一个胜负感 他觉得形势不好的时候就开始跟你拼了 当然白棋也有可能会收到这个 这个双方可能性都有 收到这个也是 这因为差两目起 还是黑棋稍好的局面 但关键这一战 谁输谁赢 就是一战定胜负的时候 白棋这样靠出 黑棋跳是好手 白棋如果顶 黑棋就跑 这个白棋就讨厌了 这即使白棋最狠的这一靠 这气也不够 黑棋只要最老是收气 就明显是黑棋快一气的局面 这样的话白棋就肯定不行 所以黑棋这不跳 又是抓住白棋骑行的好 白棋 实际上就是黑棋往这一顶的时候 白棋应该说已经是非常困难 白棋如果直接走这个 黑棋一般 这个白棋几乎已经是没有任何办法 因为它的形状的连接太有问题 几乎就没有任何好的 不可收场的一个时候了 走到这个时候 我觉得对手当时应该心情应该是有些绝望 白棋在靠 这也是形势不力下的一个脚的一个下法 黑棋如果吃这个的话就上当了 白棋一断 黑棋一走 白棋一贴 白棋利用气这个子 把这个黑棋全给收住了 黑棋只能走这个 白棋挤 黑棋跳 这个大龙杀气 这个黑棋太危险了 黑棋几乎就没几气 被一挤的话就三气 大黑棋可以挤这个 实际上当时我觉得这个 下到这个时候 我觉得已经是胜利就在眼前了 一走 再冲 这其实白棋已经是没有办法抵挡了 现在白棋实际上是强行走这个 黑棋就是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棋就沾 这有点乱 黑棋吃 白棋吃 白棋走这个 但其实这样的话 应该白棋是直接单体 白棋不吃 单体黑棋虎 这问题也不大 即使走成这样 黑棋估计赢面盛大 白棋这个沾不着了 沾的话黑棋断 大家都做活的话 黑棋就赢了 但这个时候 黑棋显然要更好的 黑棋这时沾上 或者甚至扑一个 扑应该是最简明的 扑 白棋提 黑棋沾 这白棋已经全死了 白棋沾这个 黑棋打吃 走 再扑 这白棋一口气全被打死了 同样 白棋如果走这个 白棋如果提这个 黑棋沾 白棋走这个 这黑棋只要沾上 这白棋 显然这个两个断点无法兼得 这样的话 也是黑棋胜定的一个局面 所以 就是不管黑棋打吃这个 沾上这个 或者扑这个 都觉得赢了 当然是扑这个最好 当时我也看到这个扑 当然这是 大家时间都比较紧 我可能还有五六分钟 因为成一杯规则 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 五分钟之后就要罚点 它时间稍微多点 大概七八分钟 我大概有五六分钟 其实这个局面 当时一直觉得挺西 不想罚点 所以下的比较快 其实下到这个时候 罚点就没有关系了 我就想这个罚点没有关系 那我就算一算 再验算一下 这个扑有没有问题 当时因为 这盘棋也非常关键 就三番胜负的最后一局 想下的再稳妥一点 稳妥再稳妥一点 就在验算的过程中 我确认没有问题的时候 可我不知道为什么 把这首棋放在这里 这个是非常 对于我来说 是非常遗憾的一首 放在这一首以后 感觉这棋棋 就是万劫不复了 白棋抓住机会 就把这个打吃 这又捡了一勺 这棋如果扑的话 因为是正好收在气上 白棋这个打吃 是不成立的 黑棋只要把这个沾上 这就不成立了 但黑棋实在 这首棋没有收在气上 被白棋打吃了 走这个被一沾 这棋 黑棋反而全死了 这个应该说是非常遗憾 矿前白棋还可以走这个 走这个的话 漆黑棋依然杀不过 这应该说是 非常非常遗憾的一个地方 已经想好了摆这棋 下的时候就是龟石神菜 放在这里 再联想到这里的一个 低级失误 当时已经是 脸色都已经不对了 实际上白棋 又特别开心的 把我这个给吃了 一沾 然而黑棋扑 白棋没办法 白棋走这个 黑棋一沾 白棋把这个提了 黑棋最遗憾的是 如果能沾到这个 即使让白棋吃了还赢 但白棋有这个的反击 黑棋不行 只能走这个 白棋走 黑棋沾 白棋提 实际上这时 我觉得情绪方面 已经受了很大的影响 这被吃了 五十 二十 二十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七木棋 黑棋跳完以后 本身这都是黑棋的木树 一二三 四五六 七十 十五 十六七 这一代 黑棋将近亏了十木棋左右 而且这首棋也不够 不够谨慎 黑棋肯定应该先把这个收了 先把这个关子给收了 这是一个逆收两木的大关子 而双先两木的大关子 所以黑棋应该 也应该先把这个靠着收了 这可能这关子 还是比较细 可能将是会半目胜负的 实际上这里 情绪受到非常大的影响以后 跳了这个 终于是拼不动了 当第一次打烧的时候 告诉自己这棋 因为毕竟是一盘重要棋 不要放弃 继续坚持 或许会有机会 但在第二次 又是一个匪夷所思的失误以后 觉得这棋实在是有些没有办法控制了 所以走完这个 被白棋这一靠 这白白被白棋又便宜了两木 最后就进入了关子阶段 白棋打赤 由于轮到白棋先收关 这个黑棋无论如何 都很难再抵挡 白实际飞 黑棋提 双方都下最大的 这关子基本上 随后白棋是 把这 白没有出 白收了一个这个 黑棋把这个收了 黑棋扎了一些 白棋 黑棋打赤 白棋 这差距并不大 但这事却已经追不上棋盘太小了 如果棋盘再能扩大点 或许还有一些机会 但没有这么多路过了 白棋先收了这个 黑棋再做这个 白棋扎 黑棋把这吃了 这个三木 白棋扎 黑棋 黑棋冲 这应该 这时候黑棋就没有机会了 最后白棋是赢了三点 三点就是三木 因为那个是用英式规则数棋是三点 黑棋站住 最后这棋 白棋就把这个收了 黑棋把这个走 这可见也已经是完全就不对了 被白棋这个还有一个一幕也没看见 应该说后半盘 这个尤其是第二次打勺以后 黑棋现在有些 多少有些有些情绪没有控制好 所以下棋也是一个控制情绪的一个过程 但究其原因 我觉得这两个 这两个勺子的低级程度 应该都是在业余初段以下的一个低级程度吧 尤其是第二个勺子已经 想好要往那放了 可就是龟石生菜的放在这里 很多时候也觉得 这种围棋啊 也就是残酷在这里 在这里也显然 他对维棋胜负的一种感悟吧 应该说其实每个棋手 赢过很多侥幸的棋 也输过很多遗憾的棋 输赢的这种比例 应该说是趋于平等的 但往往输棋的痛苦 要大于赢棋的喜悦 当然我们很多时候会讲快乐维棋 但很多时候也是开解自己的一种方式 真正的维棋的竞技 维棋的竞技属性是永远无法避免的 只要有胜负 只要是比赛 只要有胜负 那出而起总会是有些难过的 而像这盘棋 其实就是把一些比赛的痛苦之初 发达到比较大了 因为是首先是一盘 相对来说是比较重要的棋 另外几乎是赢到手的棋 然后一些非常匪夷所思的低级错误 然后导致失利 往往是对棋手的打击会非常大 其实回过头来想 如果冷静的一个角度下 其实谁都不愿意打烧 谁都想把棋下得更好一点 就有的时候打烧 谁都知道这部棋打烧完我会很痛苦 没有人在实战时就愿意打烧 可在实战时为什么会这么下 因为实战时总是觉得 这部勺是最好的一个下法 或许是没有注意一些细节 或许是没有注意别人的手段 打烧其实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这句话说得非常正确 但这盘棋的两个勺子 可能是业于初段水平都能够避免的 但是我却没有办法避免 有的时候也是讲 我们不讲玄学 但有的时候这些比赛也有些运气 也有些命的成分 像这盘棋就很好的体现了这一刻 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围棋魅力的一部分 相反其实这盘棋 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天方的一个坚韧程度 它其实很多棋 马天方逆转对手的棋会非常非常多 经常大家可以听到在 有的时候棋手 听到一些小棋手说 哎呀我这棋都输 这棋马天方他们叫奔哥吗 马天方的外号叫奔哥 这棋真的是赢到哪家都不认识的时候 却还是被他逆转了 这也说明马天方的一种特质 其实非得马天方 职业棋舰唐伟心 他的逆转能力就非常强 柯杰搅局能力也非常强 这其实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而马天方在这方面他非常强 他首先他把自己棋下得非常厚 这样打勺的可能性概率就大大下降 同样他在一些抓住机会能力 又有他独到敏锐之处 这和平时棋的熟练程度也有关系 所以任何一个围棋的技术环节 都可以用平时的一些训练 或者平时的一种技术能力来解释 围棋是一个非常公平的游戏 在看上去不走运的同时 也有很多必然的因素 这也是所谓棋手需要总结的 而对于我来说 这盘棋有客观原因 确实是随着大家都会说 这个棋手随着年龄增大 这种失误会越来越多 这当然属于自己的开解 当然现在花在棋上的时间少了 平时训练的时间少了 这我以下也许是这些勺子多的 一个必然的因素 这些事就是我对胜负 对一些技术环节的一些理解 与大家分享全当抛砖演誉 感谢大家收看这次的江湖清谈 下次再见